欢迎收看欢迎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 我是何荣 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 透过YouTube收看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动动手开启小铃铛 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 马上来欢迎今天三位来宾 首先中华战略学会资深研究员张金大哥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另外邓江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教授黄继正老师 主持人好各位大家好 还有文化大学新闻系教授庄博仲老师 很高兴来到欢迎全世界 好今天节目一开始 首先带您来关注的就是这几天 在美国华府召开的北约峰会 这场北约峰会当然被外界认为 可能是拜登力挽狂澜之作 但会不会也是他的毕业告别之作呢 这次看到北约峰会还特别邀请了 包括日韩纽澳四个印太国家参与 而且在北约峰会发表的联合宣言 大家关注到的是这一点 就直接点名了中国大陆是俄乌战争 决定性的推动者 是谁说的呢 画面当中我们带大家看 这是北约马上就要卸任的秘书长 Stotenberg 他说中国大陆已经成为俄罗斯 对乌克兰战争的决定性助推者 没有想到美国总统拜登继续说 他说如果中国如果继续支持俄罗斯 欧洲盟邦将会削减对中投资 但是也看到了中国大陆的外长王毅 立刻表示说北约应该要安守本分 不应该插手亚太的事物 对照最近的民调机构 也就是538的数据显示 目前在美国总统大选两人 川败两人的民意支持度 川普的领先 现在是领先拜登2.3个百分点 现在看到拜登跟北约接连的点名 说中国大陆是俄乌战争的推动者 而且还威胁说要减少对中投资 可是大家也在想一件事情的是 11月5号马上就是美国总统大选的投票日 谁是美国未来的新主人 还不一定 会不会这样的警告 黄老师您觉得到11月5号 就换成另外一种局面呢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今年75周年 现在面临最大的悬念 就是美国跟欧盟的关系 就是北约成员国里面 如果去掉了美国的北约 它还有多大的强度 它有没有办法独立应付俄罗斯 对于欧洲的威胁 那么在这个条件之下 这是第一个大家必须要考虑 第二个要考虑的是美国今年是总统大选 所以美国的态度跟它现在正在走的总统大选的竞争过程有关 第三个是美国跟欧盟跟北约都很担心的 就是恶中会不会因为他们的政策 使得恶中走得越来越近 使得他们关系越来越紧密 如果我们把这三个因素通放在一起 其实是互相拉扯的 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 我觉得拜登现在应该就国内的情况来讲的话 他现在不下重要不下猛要 那么越来越不利 选情越来越不利 不得不然 所以对于中国大陆强硬 第一个是美国共和党跟民主党的共识 但是这个已经讲了好几年了 真正的关键点是摇摆州中间的反中票 很可能很关键 那么所以摇摆州会不会有变动 民主党不能够放弃摇摆州的努力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反中的力道自然就会 即使是民主党 拜登阵营 想要维持高级别的跟中国大陆对话 要搞缓两边的关系 但是在选举的大压力之下 反中的情绪就会高涨 你觉得这个反中力道的加强 是不是因为刚刚您提到的摇摆州 也许在竞选团队 他们在做一些研究的时候 发现说这一块还是要先赶快先巩固呢 摇摆州的抗中票是很关键 这个是大家都 双方阵营都知道的事情 所以它比较加强 对 就至少你不能示弱 示弱的话就跑票了 就是已经民调不计了 如果再跑票 那摇摆州 因为现在摇摆州 不管我们说是四个还是六个 依照美国总统大选选举人票 来估的话 川普只要在这个摇摆州的四个 或六个州中间 拿到两个州 加起来是超过30到35票 这个大选已经结束了 所以民主党的整个竞选团队 非常非常的关切这个摇摆州的问题 所以现在看到说为了选举的考量 不过中国大陆方面还是得表态 当北约峰会认为说中国大陆是欧洲战争的推动者 也看到刚刚特别提到了 中国大陆的外长王毅 他就先划出了红线 他就特别说北约其实应该安守自己的本分 不应该插手亚太的事物 另外也看到北京方面派出了四艘军舰 出现在哪里呢 阿拉斯加外海的美国专属经济区 其中有三艘是出现在阿留申群岛 安姆奇特卡海峡以北200公里 另外一艘也是在以北 在135公里处 那么对照日本防卫省所公布的情资判断 四艘大陆军舰很可能是055大区 在画面当中提供的这四个图片 一个是055大区拉萨舰 另外就是飞弹驱逐舰 开封舰 护卫舰 烟台舰 以及综合补给舰 可可西里湖舰 我想请教靖哥是 一方面看到由外长王毅 在外交上划出一个红线 一方面军事上放出了四艘军舰 怎么看软硬兼施这波北京的回应 而且现在看到美国的战略想定 如果从大战略的格局来看的话 是希望把北约带到印太来 不过我们之前也讨论过很多次了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中国大陆现在就是想办法要打破这样的战略 您怎么看 我想基本上来讲 外交上去表达自己的立场 跟真正的军事的定期的巡航 或者不定期的巡航 这些军力的部署其实是两码的事 而且我也在这边呼吁 大家在解读这个 中国大陆这四艘军舰 在美国的专属经济区海域 现身的这个事情 我觉得大家应该好好去比对一下 就是美国官方它的正式回应 而且非常的明确讲说这没有违反任何的国际法 但是对于黄毅所划下这个所谓的红线 我还是要提醒 北约对外用兵 他在北大西洋公约有他地理范围的限制 当年他就排除这个法国当初在阿尔及利亚 在来闹独立运动 这个不能算在内 那同样的 大家记得福克兰的时候 福克兰的时候 这个就是这个领土被侵略 但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把他排除在外 所以不是每一个北约成员国的领土 在外面受到侵略什么东西 他都会启动 那为什么北约要去摄入说是到阿富汗或者伊拉克用兵 是因为911他们被定义美国的本土受到攻击 那这个是符合北约的条款 对 共同防御的条款 所以说他们一起加入这些共同的作为 但是我也要提醒 其实也有有些领土这些地域 跟北约的任何成员国八杆子打不着 最后北约还是要摄入 那比如说就是科索沃战争 在以前的这个前南斯拉夫的这个 就是说境内科索沃跟塞尔维亚的冲突 那他们还是进行了干预 那干预都必须要师出有名 当时他面对这个问题 基本上来讲是没有积极的回应 但是无论如何 在国际政治中两句话还是很重要 政治的指控不需要任何的证据 帝国主义所作所为不需要任何的理由 所以北约到底会不会到这个印太 或到不到亚太来用兵 这些如何东西 其实到了最后还是政治的决定 而不是说真正的法条规范约束得住 而且大家现在也在关注是 川普2.0之后的北约会是什么样的北约 那刚才听到说包括中国大陆这边已经回应 说北约应该要安守本分 但是你可以看到在北约峰会刚刚说的联合声明之后 拜登仍然的呛吓 就是加强对中国大陆的力道 他就说美国将同欧洲一起削减对中投资 在此同时也看到了经济学家 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罗格夫则说 美中的自由贸易壁垒的是造成美国物价上涨 人民对政治反弹的主因 所以他认为低收入美国消费者 一直是低价中国大陆产品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而目前美国仍然依赖中方所提供的 低价的医疗用品及相关的重要商品 也就是说所以美中如果继续在经济上对抗 受到伤害最大的恐怕是美国的低收入民众 不管是说要对中投资要削减 还是说要提高关税壁垒 不断的方式就是在经济上对抗中国大陆 但是也必定会伤到美国自己本身 反而助长通膨 这不是会让拜登的选情变得更糟吗 张老师 我想在回答这个议题之前 我简短呼吟一下刚刚靖哥所讲 关于055等40号中国军舰出现在阿拉斯加外海的事件 事实上美国当地的报道跟我们看到的报道差很大 我们这边报道量很多海峡两岸三地报道量很多 没关系报道量很少 我早半天才勉强在CBS 这个哥伦比亚新网找到一篇报道 然后我们报道量多之外呢 报道很长 他们那边简短三段而已 另外呢 我们这边呢 包含两岸三地呢 都非常亢奋 有这个高潮的情节 认为我武为扬啊 这个大汉天威 但当地的媒体的报道 就是非常冰冷的几句话而已 那回到这个罗格夫所言 美国有3000多所大专院校 里面有2000多所是台湾承认的 每个院校至少有几百位教授 那一个教授之言有什么好惊讶呢 那市场不尽然 因为这个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罗格夫 他在公共领域也非常有名 公共证证领域 他是国师等级的啦 那他过去的作品 善建于华盛顿邮报 纽约时报这些经营报纸 那哈佛经济评论呢 也常有他的报道 国内媒体也常常跟他有签约合作 所以他提醒要怎么看 对 所以他的地位类似于中国的林毅夫啦 因为这个罗格夫担任过 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的首席代表 林毅夫则是世界银行首席代表 所以地位相当于国师等级 那他提供的这个论点 事实上呢 也是老生常谈 因为早在30年前 我在美国恋书的时候 类似论料就有啦 因为当时美国所谓的 One Dollar Shop 就是美金一元的店 那充斥了很多 这个价廉物不美的 一个中国制产品 那因为一个一块钱的 没有人会挑剔 就类似我们现在 日本的百元店 我们台湾十元店一样 当时的这个舆论就认为 他们是有助于 品益物价的一个很好的工具 那到了2007、2008年 那时候世界金融风暴 类似的论料被提起 感谢中国制造 世界工厂大量的物品 销到美国 虽然冲击了美国制造业 但是也对于品益物价 这个降低通货膨胀 也很有很大的贡献 那这个罗格夫有这样的言论 我们也不意外 因为目前是全球化石下 全球经贸体系 严格绑在一起 那记得2022年 俄乌战争的时候 台湾的笔电大厂 Asus 这个华硕 也因为有卖到俄罗斯 被武汉官方要求退出 当然这个国内一世里 痛骂一顿之后 他也退出了 但他退出之后 因为他在乌克兰市占 只有15% 那是第二大厂商 第三大是Acer 大概12% 那最大的是 Lenobo 联想 20% 所以他们退出之后 只是让联想做到 变成更大的霸主而已 那我们再回头看 2008年 当时因为法国总统 萨克吉借鉴达埃喇嘛 而且当时 北京奥运的圣火传递 在巴黎 遭到这个 战毒人士的一个 抗疫阻挠 导致于一个残障运动员 这个跌倒 那这件事情 中国我们也非常愤慨 在官方的半默许之下 也发起 抵制法国制商品的活动 包含加勒服 最后也不了了之 因为加勒服卖的东西 还是中国国产的围多 而且员工 还是中国人居多 理解 所以这样的一个全球经贸体系之下 这样的制裁 只是自损 13800而已 美国制库CSIS 最近也提出一个最新的警告 他们用一个报告示警说 中共可能会采取 压迫性的强制隔离与封锁 来取代直接的军事攻击 而他们说呢 这种海上封锁或是隔离 将会是用中国大陆的海警 作为主力 对进出台湾的船舶 实施登船检查 并且对违反规定的 外国军舰和船只 一样是采取强制驱逐的方式 什么样的方式 包括了会使用武器在内 中国大陆海警 拥有一百多艘 千顿级以上的船舰 其中还有万顿的 包括最大是2901 5901 这海警船都超过万顿 现在也传出 052D驱逐舰 也可能会被改装成 这个改成海警船 如果对照最近 近期我们看到 包括有66架共击出动 其中有56架渔越中仙 然后山东舰 台湾的编队又在台湾的东部 外海出没 是不是就演练 刚刚所说的 CSIS说是封锁 演练封锁 那中国大陆的海警 如果真的开始实施 所谓的压迫性 强制隔离跟封锁 而且又用他们 这个优势的海上力量 对于台湾的船只 登船检查 金哥您觉得台湾的应对方式 是什么呢 基本上我必须要这边承认 我对CSIS这份报告的评价是非常非常之低 针对这个问题 首先第一 这个不可任无论发生任何的状况 不可能单独是由海巡来应对 必然是结合了所有国家的公权力 以及所有的国家安全的资源 共同来应对 第二 不论使用哪一种形式的武力 是海军也好 执法力量 或者任何样 封锁就是封锁 根据1974年联合国大会 通过的3314号决议案 对于侵略的定义之中 有明确的讲 这个封锁就是战争行为 根据1994年 这个San Remo 国际海战法首册 而且这个就是国际人道法 人道法协会所编定的 这个国际海战法首册 的第93条到第104条 封锁就是战争行为 您讲了两次 封锁就是战争行为 对 没错 这两个不同的法员 都是明确的在那边讲着的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 在这个状况之下 我们应该要搞清楚它的本质 而且我认为它在这里头 有两个蛮重要的盲点 第一个盲点 它拿出美国 1962年古巴封锁的案例 如何如何 在那个时候 他们用了一个Quarantine 就是这篇论文所讲 结果它忘记了 当年美国是用的是美国海军的 对不对 第二 它在那边画了一个 那个图文并报画了很多兵力 部署 特别讲是沿着我们的 这个就是临街区的外援 来要部署所有的舰船 我觉得这些研究者 根本就没有搞清楚 中国大陆从来不承认 我们的这个主权的地位 那这个就是临街区的外援 是根据临海基建 临海基建是根据主权 那还会 你这边 你这边 按照这个边缘 把它部署的兵力 不就是间接在 就是承认了彰显这个主权的意涵 所以就很多的基本法学素养 我认为研究者是真的是很糟糕 第三 我觉得这个就是说 发生这种事情 我们要知道 这个国际的海运之中 是绑着大家都绑在一起 所以国际的海运 尤其是海运 商业海运界 这会影响到它的利益 这个会造成整个 这个就是这个海运的保费的 这个上扬 这个东西千一法动学生 基本上来讲 这些研究报告 根本就没有思维到这 最后呢 我还是要讲 我们整个国家的国安团队里头 除了这个海军 以及这个国防部的相关的军法幕僚 有对这个事情 这个法律意涵 这个封锁这类有所认知 我们国家安全 这个团队里头 这高高在上 很多的这个所谓国安的谋事 以及包含我们的专业的 所谓的情报单位里头 根本就缺乏应对海上封锁 相关的国际法学的素养 我认为这才是真正最让人痛心 跟觉得糟糕的地方 缺乏应对 而且进一步请教黄老师 那个刚刚讲 封锁就视同是作战 这个我要补充一下 不是去跟张静谈法的问题 我是讲一个这个背景 为什么会有这个报告 事实上在 俄乌战争发生以后 我们都知道 美国突然开始疯狂的搞兵器推演 那我在过去 将近三年的期间 我参加过好几次推演 CSIS是兵器推演的大户 所以在他们的场地 我已经跑了两年的推演 那这篇报告里面讲的这个 对于台湾的参演的人 就是从两年多三年前开始参加的 其实心里面已经有一点安慰了 为什么 因为美国的推演 我讲过好几次 都是从D-Day开打开始 然后推到战损结束 但是呢 对于没有真正全面武力犯台的部分 美国都没有推演 那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在讲 我们期望的是 推演如何避免战争 因为您说推演都是在开战以后的 就是开战以后 不是在之前 第一动就是开打了 就是一堆飞弹打到台湾 那我们认为 你推演这个没有意义 真正有意义是 在这个之前 D-Day以前 为什么不推演 那现在我觉得到了2024年开始 美国开始慢慢慢慢 往这方面去推演 才会有这样子的主题出来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讲的简疫 就是quarantine 那确实今年的四月 我在美国参加 我不能讲细节 那么确实有一整个下午都在推 就是如何干扰进入台湾的海运 尤其是能源船 对 如果要进台湾南部的高雄港 如果被阻碍了 中国大陆有哪些方法去 能源船会是关键的 对 所以当时我们用的一个字叫做 英语叫做 Targeted Coercive Maritime Quarantine 就是精准胁迫式的海上检疫 对 那么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个报告可能就是我们的推演 中间有很多包括不同国家的人提供了不同的看法 就把它写进去 那至于说能源船 比如说游轮 比如说是LNG船 那个在海上你要做登陵啊 它是海军的 你问他容不容易 那非常困难 你上不去啊 可是现在这样做逼的就是说 台湾的民进党政府必须要接招嘛 你总不能不接吧 是 所以后来在推演中间 当然中间有一个办法 就是有一种做法 就是它redirect 就不让你继续走 它把你硬墙 用海警硬压到中国大陆的港口 再去做登陵 再去做检疫 当然这是兵推的情节之一 它未必会发生 只是说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去探讨的是 中国大陆如何用新的法 用法律战的方式 或者是用管辖权的方式 去向国际社会传达一个讯息 就是说 所有要进台湾的东西要我同意 而且现在看到是说 在法源上先完备 然后就按照我既定的法源 来做执法 这个部分 庄老师您觉得 如果真的 包括像是台湾船只 还有甚至是外局船只 海警 就是中国大陆的海警 都要登船 以检疫为名 或是说 它认为有怀疑的可能的话 它就是要登船检查的话 会引发台湾 引发的效应 还有 如果真的是封锁 对台湾的经济 还有相关的民生 会造成什么影响 因为早在去年 蔡英文总统 接见美国众议院 院长麦卡锡的时候 中共方面为了表达抗议 就有类似的论调出现 会登船领检 我记得当时 在接受咨询的时候 我们的陆委会 跟海洋事务委员会 答复是 表达要强烈抗议 第二个要求我方船只 不必配合 第三个必有反制措施 但他也没有讲说 是什么反制措施 对 不必配合什么 不必配合法 比如说我们今年二月 惊吓游轮 不是被中国海警登船检查 所以政府似乎没有提出对策 虽然有意识到这个重要性 但没有讲到对策 像我们刚刚讲的 强烈抗议这一点 大家可以理解 就是口头或信物稿 至于不必配合 怎么不必配合法 怎么样反制都没有讲 所以这也有在政府思考 或者是国家机密 不便讲 不过可以反思 对台湾经济 我们讲当然是有 但是不要忘了 1949年国民党 国共内战败退来台的时候 由于海空军实力 远在中共之上 我想两位老师要记得 1953年还发生过 陶府四号事件 当时国民党政府封锁了 北治辽河 南治炳江的海洋区域 但因为那是属于内战 不用交战国家的封锁 是用关闭海域 结果一个俄罗斯的游轮 运送原油游轮进来 被我们扣押 在美国受一下扣押 所以当时也引起很大的纠纷 但后来也放回去了 那一个油轮被扣押 都有这么大的事件 更何况对于一些民生用品 直接民生用品的一个冲击 所以这一点有在观察 特别是政府的因因作为 现在现在就是 对岸的做法 其实就是加大力道 逼得就是台湾这边 必须要谈 OK 那对照最近66架 我们刚刚提到了 围台的记录 这个而且是56架 逾越中线 在画面右方 你可以看到是国防部 10月6号 他说10号 7月10号 6点到11号的6点为止 增获66架 这个共机 然后7艘共舰 22架冲入了 甚至冲入东南空域 24海里的应变区 其实就是加大压迫力道 是不是也在测试 台湾方面军方的这种 压力测试能力 因为你不能现在不能再讲说是 就是整个就是中华民国国军来当议题 因为他有很多东西 自从新任部长 这个顾立雄部长上来 他都下授 所以你不能光是议题 你要想到每一个下属的部队长 但是你第一到下属的部队长的话 我们就回头要问 那我们为什么要建立共同作战图像 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个C4IS统一的指管用兵 其实这个态度是很不负责任的 我们今天等于将很多的板击 这个往下推 下属部队长你到时候看着办 以前当初在汤昂林将军担任的 这个就是总长的时代 一间乘起 所有之中都是抓在手上 那大家都知道 有到底是总 就是说它是一个有节制的 你现在下搜到下搜部队长 请问一下 他有没有在考虑 就是说他到底能不能承担 他能不能掌握整体的状况 这些都是问题 不过我还是要补充一件 就是刚才CSIS那个推演的问题 这里头跟海警三号令没有关系 海警三号令是指 海警机构行政执法的程序规定 它真正在执行是2021年的 这个就是说 这个海警法 而且海警法里头执行 跟CSIS所编的这个 就是荒诞的这个剧本而言 你知道完全之间是没有关系 我还是觉得这个CSIS 这个抱歉 这个他们老是去找你去 推演他应该找我去 他不找我很可能知道 我去了 很可能就推演不下去了 因为自己都没有把这些法令都搞清楚 所以在这个地方让我再强调一遍 封锁就是开战 没有说什么换谁来封锁 就不是开战 封锁是指那个行为而言 你知道 但是刚才我还是要解释一下 海上去领解那游轮高杆旋确实很难 但现在都是用直升机直接调人下去 调那个特种部队去 对啊 现在在那个非洲啊 那个印度洋区啊 返海道都是靠着这样子 所以也有其他的技术啊 这个突破 所以说我也觉得 这个美国啊 今天要做这些推演啊 他真的是啊 就是要有很多的仔细的 去啊 比对很多法令 那份报告最大的盲点 就是他没有提到任何的国际法 他认为中国大陆就跟了美国一样 我讲的话就是国际法 那不是这个 但真实的状况 不是这个样子 不管如何 其实如果状况 我们先预想了 如果真的状况发生的那一天 我们有没有什么因应的措施跟办法 这是值得现在执政的政府啊 必须要先思考 先想的 好 等一下回来呢 我们来关注 会讲出持负守中线 然后也守不住 好 等一下回来呢 我们来关注中共的三中全会 马上回来